哈喽大家好,我是巴欧海之鱼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关于幽闭恐惧症和孤独这两个主题的游戏 现在我已经在游戏里面了啊 幽闭恐惧症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如果说你身处于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方 你会感到浑身不自在,会感觉很害怕 这就是幽闭恐惧症 如果在现场的观众有谁是幽闭恐惧症的话呢 我觉得你还是先不要看这期视频了 你想看也没关系 我觉得吧,这毕竟是视频啊,并不是自己亲身体验 应该来说也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这个游戏的介绍是这么说的啊 你现在身处于一个房子里面 你可以对着你的家具,倾听他们的想法 但是这些家具的想法啊 大多数都是比较消极,毫无价值的态度 我们来看一下啊,先从这个柜子开始 你一直在买书,却从来没有读过它们 你可能已经一年没有读过书了 你这个破书柜还敢批判我啊 你这个书柜不就是用来放书的吗 我读不读,关你什么事 我来看看你的桌子是怎么说的啊 你常常坐在床上吃饭 好像没有人会因此而羞辱你 坐床上吃饭,怎么了 床上舒服啊 你这硬邦邦的桌子能有床舒服吗 啊,我再看看这床是怎么说的啊 你刚刚醒来 但是你觉得你可以在床上睡一辈子 还有,你头会痛 在床上睡一辈子,这个不是废话吗 啊,你不是床上你是哪儿 我怎么感觉这些家具讲的都是废话呢 我再看看这衣柜 诶,等一下,我怎么感觉这房子在动啊 诶,看看衣柜怎么说的啊 你的衣柜里有东西 像鸟窝一样 你的衣服发霉了 而且还有破洞 总之就是张乱洽是吧 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一个单身狗生活在一个公寓里 又没有女朋友 也不需要太打扫啊 自己爽就够了嘛 这是门吗 我看看门怎么说 你已经一周没有出门了 如果你有出门念头的话 你会很激动 这不就是宅男吗 我怎么感觉这情况就是现代年轻人的通病啊 好像很多人都这样啊 我也这样啊 看看厨房怎么说啊 你不想出去吃东西 但是做饭又太麻烦了 反正你也没那么饿 那就叫外卖啊 外卖不就是因此而生的吗 这个游戏吧 虽然说是UB恐惧症主题的 但是往到现在我丝毫没有感觉到 这些家具讲的不就是现代年轻人的通病吗 里面真的很恶心 你至少有一年没有打扫了 这不就是宅男吗 但是这个宅男太宅了吧 一年没打扫啊 太可怕了 电视机 屏幕上满是令人恶心的灯光和形状 但你却无法自己关掉它 宅男也就算了 你这电视都懒得关啊 那你这人真的是没救了 哎 等一下 房子不对了啊 你们注意的没 越来越小了 我就说嘛 这房子好像是在动的 好像还变红了 UB恐惧症要开始了吗 难道我要害怕了吗 我是一点都不害怕的 有哪个观众是害怕的吗 害怕的赶紧出去啊 到时候你们真的不舒服了 我可不管啊 这个房子的大小 我觉得还是能接受吧 挺温馨的感觉 并不是特别狭窄 我能逃出去吗 好像不行 啊 救命啊 看来我是出不去的啊 我只能在这个房间里面 衣柜也进不去 呃 哎 等一下 现在这个房子就有点小了 这也太不科学了 啊 好难受 啊 我又被恐惧症发作 啊 救命啊 呼吸困难 为什么这个房子越来越小了 搞得我 好闷啊 呼吸困难 啊 窗户 开窗 改窗 改窗 好像开不了 怎么回事 啊 好难受啊 又被恐惧症发作了 谁来救救我 谁来救救我 受不了了 好难受 好难受 我是什么 这手啊 手怎么会有 我的天啊 什么鬼 是谁 是谁 谁的手 是谁 谁在显住手 我是一个女生 你们千万不要摸我 哎 你好你好 哎 握手 要跟我握手吗 哈哈 合作愉快啊 呃 我怎么感觉 我整个人都不对了 呃 这就是人格封面吗 呃 天呐 其实我好孤独啊 有那么多手 就相当于我有那么多的朋友 天呐 我的朋友来找我完了 我再也不孤独了 但是我这房子有点小啊 你们好像 进不来啊 你们 呃 怎么怎么怎么办呢 呃 不行 还是好难受 啊 预备恐惧是又发送了 啊 好难受好难受好难受 太难受了 哎 还是靠了这只手吧 哦 这手好暖和 哦 我要碰到这只手的话 感觉心里好受点 哎呀 双双双 哎呀 空间越来越小了 不要这样子 啊 没了 啊 就这样 啊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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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